把几个软体把它放上去 那里面当然如果说你要把 第一个当然 怎么样去下载YouTube上面的影片 那这个当然你可以利用 这个上面我有放一个叫 4K Video Download 这个软体其实我觉得相当的简单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只要找到那个影片的连结 并且把它贴上 它有一个直接贴上的功能 就可以把那个影片给下载下来 我想相当的简单 第二个就是说 它除了说可以下载一个影片之外 那它也可以下载整个清单 也就是说有些YouTube上面 你一个一个去找一个影片 有的时候很花时间 那如果说你要想要把整个 整个YouTube影片 整个比如说相关的 那个清单 它等于里面有很多个影片的话 它也允许你把整个清单里面的 影片全部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 当然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 我这边还有放其他相关的 这一个软体 包含就是说 如果你下载完之后 可能无法播放 为什么因为有一些 电脑里面你如果没有装对应的 包含那个解码器 那这个所谓的解码器 当然如果你要播放的话 可能会遇到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 播一个影片 基本上它是由两个东西所构成的 一个是A A就是Audio V的话呢就是Video 就是声音跟影像 那如果说你声音跟影像 其中有一个没有安装好 你对应的解码器的话 那可能就会造成 比如说有声音 那没有画面 或者没有声音有画面的这种问题发生 我想你应该有遇到过 或者甚至怎么样呢 这个影片连播都不能没办法播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对应的两个 就是那个AV 就是Audio跟Video的解码器 那这个部分当然 我们可以想见 就是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最简单的方案 你可以直接去找那个什么 找这个啦 就是有个叫K-Lite Core 它有一个PAC的打包的档案 如果你要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那个大部分 大概九成以上的编码 跟解码器都装进来的话 那你可以去找到这个K-Lite Core 直接把它下载之后安装 它里面除了有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这个解码器之外 另外的话 它也会安装一个播放软体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软体给下载下来 直接按右键把它下载 那大部分的东西 应该都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不过这个可能会有几个部分 还没办法播 我最重要就是说那个Apple的 就是如果你手机是iPhone或iPad的话 就是Apple的相关产品 因为它的编码方式 是有专利的 所以它没有把它打包进来 它叫QuickTime 所以你们可能如果说要安装 那个Apple的手机相关的编码器的话 你可能要去找那个Apple 它里面有个QuickTime的那个软体 把它额外安装应该就OK了 另外呢下载下来的影片 同样你也可以做剪辑跟合并 那剪辑跟合并的话里面蛮常见啦 这个影片你可能需要里面的部分 可能是开头的几分几秒 到结尾的几分几秒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 我这边有放一个 它是一个福利的 免费的一个Carter跟Joyner 你可以剪完之后 当然也可以合并啦 你可以剪部分部分 然后就把它合并起来 那变成一个全新的一个影片 那网路上现在YouTube 很多 我讲YouTuber越越多了 它每天就是生产影片 把它传上去 然后赚取广告金 这个 当然它是赚广告金呢 当然跟它的那个什么 跟它的点击次数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你如果想要成为YouTuber 我想你可能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了解 当然如何下载影片 播放 还有剪辑 这个蛮重要的 那影片的部分呢 如何跟PowerPoint一座连结 今天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跟各位 讲一下有关 408这一题 那408这一题 有哪些比较重要的 当然这地方呢 我们在 这个是第四类的题目里面 它主要就是有 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 如何把那个影片 视讯 视讯就video的部分 把它放在我们的PowerPoint里面 并且可以做出一些特殊的一些特效 那另外的话呢 还可以做一些连结 甚至可以做什么呢 视讯的剪辑 诶 视讯剪辑呢 在PowerPoint里面 2010以后的版本 它可以直接让你把影片 放到简报里面之外 也可以做剪辑 当然如果你不要用PowerPoint剪辑的话 你也可以用 我放在云端上面那个软题 它也可以做一些剪辑的动作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呢 那个 这个书签 书签的话当然有分成音讯跟这个 Video跟Audio部分 那这个地方的话要怎么做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408 所以请各位也是把408的题目稍微看一下 第四类的部分 那408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能够做出哪些效果 上礼拜我们讲到406 那408的话其实它题目并不多 大概就是这一些东西了 那里面的话呢 比较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它要做什么呢 它要做一些这个视讯的 它总共会有两个视讯 总共三个视讯 左上的视讯的话要剪辑到 开头00到3秒 3.3秒的位置 3.3秒的位置 那编辑那个右上 右上的视讯是什么 这个时间反正有两个时间 最后的话呢 加上书签 OK 然后呢 在这个三个视讯呢 把它变成圆角举行 最后按下 这个某一个按钮之后 让影片可以播放 也就是在那个PowerPoint里面 要做播放的动作 那里面的话会有两个按钮 然后 这个 右上的书签 会触发 这个底下的这个影片 那我们来播一下 给各位看 基本上大概 408就只有一个 一个头影片 这个头影片的话 我们把它执行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就是说 它类似有点像一个导览 那这个导览的话 就是说 这边是一个影片 这边又是一个影片 那这边也是一个影片 总共会有三段影片 那三段影片呢 它能够播放 是由底下两个按钮去触发的 那也就是按一下 这个按钮之后的话 这个影片要播放 按一下这一个 上面这个影片播放 那下面这个影片呢 是当这个影片播到 就是0.5秒的时候 它会加一个书签 这个书签呢 就会触发底下的影片去播放 所以这三个影片 触发的点都不一样 这个是由这个按钮 这个是这个按钮 那这个下面这个播放 是由上面的书签去触发 那我们来播一次给各位看 其实这个触发的方式跟前面讲的动画有点像 之前点了某个按钮之后呢 它会跳出另外一个东西出来 那不过这里的话是点了这个 要让它怎么样呢 可以去播放它 OK我点一下 这边点下去 你会发现点了它 这个影片就播放了 OK那点了这个的话 这个除了播放上面这一段影片之外 那下面这个影片 它会 跟这个是联动的 它播了0.5秒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0.5秒 这个就是一个书签 跟着就播放这一个 0.5秒 它就播底下的 等于是下面这个影片是由上面去触发的 那这个关联性 其实跟前面讲过那个动画 还蛮有关系的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先把那个408的练习题先打开来 然后呢也稍微了解一下题目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怎么做 那同样的啦 当然你就是做完之后 类似模仿这样的方式 请你把它做成 比如说从网络上抓 YouTube上面抓影片下来 那一样你可能底下不止两个按钮 你可以多做几个按钮 比如说你可以找某一个 文学家的相关的 这个一些影片 不过呢那个影片 我想有的时候放在网络上面的影片 片长都非常很长 而且因为片长长的关系 所以相对的档案也会很大 那如果你要把它放在PowerPoint里面 相对的那个档案 所以你要把它做一个剪辑 那剪辑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配合什么 这边上面 当然它这预设会有一些 这个这个剪辑的视讯 不过这个剪辑的视讯 我自己是比较 不是那么建议 我建议还是用那个 我云端上放的那个会比较OK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剪完之后 它并不会让档案变小 因为它还是保留原来的档案 只是说它播放的位置 这个这个改变而已 所以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有关这个PowerPoint里面 如何去播放这个视讯的部分 那并且呢 可以透过某一个按钮连接之后呢 可以播放 看一下第一题就是 它说左上角的这个视讯 剪辑 从那个0007就开头 到那个3.30秒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去做剪辑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先点击左上这一个 那它的剪辑功能呢 是在播放这边 所以你点击播放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剪辑视讯 那剪辑视讯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它的使用方法呢 你只要移动它就可以了 那开头不用动 移动那个 这个后面的部分 比如说我的结束 开头跟结束的话 要到哪里呢 3分30 所以3分30 那你可以直接 如果你拉得准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 3分30 但是显然这边要3分30 好像很困难 因为会可能会太细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干脆直接在这边 修改它的数字好了 3.30 然后呢 按Enter 或者是直接移开好了 移开的话 它会帮你输入 这个时候你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你再确认一下说 你这个剪辑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播放一下 它如果到3.30停止 那表示你这个 这个剪辑是OK正确的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第一题 第二题的话 右上 它是3.36 到这个应该是最后吧 3.36 所以你记一下3.36 这个数字 然后一样剪辑 那一样呢 这个时候尾巴不要动 因为尾巴不改 改前面部分 3.36 所以你一样往后拉 拉到3.36 不过呢 要3.36刚刚好不太容易了 所以你这边的 可以怎么样 3.360 补一个零好了 因为它是 后面的单位是千分之一秒 其实就是所谓的毫秒 因为这个剪辑软体 通常会到那个千分之一秒 OK好 那这边的话 就是从3.36 到结束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那你一样可以把它播放一下 这一段的话 等于是说 从3.36到最后 大概会有2.87秒 这个是第二个 第二个部分完成 那剪辑我想应该比较简单 这个其实 给它头给它尾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 加个书签 那书签功能呢 实际上是在这边 有个新增书签 不过新增书签 你先特别注意 第一个你要先找到影片 第二个的话 你要先找到位置 那它要在 0.5秒的位置 所以特别主要0.5秒 这个地方可能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是你可能要稍微点一下 这个时候0.0050 要不要点它一下 表示在这里 我要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书签 所以这里的话 你就按一个新增书签 OK 所以你会发现刚好 0.0050 的时候加一个 这个书签在这里 当然呢 你如果要移除书签 一样 这边有个移除书签 那将来呢 你也可以透过什么 这个书签呢 去触发底下的影片播放 OK 好 那我们就把书签加上去了 所以第三题也完成了 再来的话呢 把三个视讯影像呢 它本来是矩形的 影像图形 把它改成圆角矩形 也就是说呢 这个图 这个外面的框框 现在是矩形的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其他的形状的话 你可以移到哪里呢 移到格式 格式里面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针对什么呢 针对这个影像的外框 去做一些相关的设定 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叫什么 影像的图形 影像图形要做什么呢 圆角 那当然你可以点击它的时候 这边就有这么多形状 那你要改成什么形状呢 这边有个圆角矩形 当然如果你觉得圆角矩形 太呆板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改成其他形状 比如说 将来你的变化体 你可以自己去改 比如说你要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边有个心形 如果你加一个心形的话 点击它 这个有没有 影像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OK 那当然这个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里面的话有这么多 那其中我们用圆角矩形就可以了 OK 这一个 好 那这个也是一样圆角矩形 当然未来你的变化体 请各位自行 再用一些其他的形状 也认为你可以配合你实际上 那个文学家的风格 OK 那你不要对应的那个图形 至少就符合他的风格就OK了 那这边的话圆角矩形 再来的话呢 我们完成了这个圆角矩形之后 后面还有 我看这个地方 123 然后再来 后面四个 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 不过这些功能 前面也都有讲过了 那主要就是 我们会希望按下它的时候 它可以播放 那这个逻辑 跟前面那个还蛮像 就是 它要能够触发它的话 你必须先在这边加一个动画 当按下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动画里面 会有个触发程序 触发程序就是当按一下 哪一个呢 其中会有一个 我们要的这个图形的名称 你告诉他这个名称 那当我点它的时候 这个影片就会播放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第一个可能要先请各位 先切到那个动画窗格 动画窗格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已经有三个动画了 我是建议你先把这些动画先删掉 我们重来一遍 假设这边动画通通把它删掉 也就是说呢 在动画窗格预设里面先把它清空 那我先做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希望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那个 我清空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不要按照这边delete 点这边 不然它delete到这边 OK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它 要能够被按下它 给播放的话 那个逻辑特别注意啊 第一个你要现在 你被 怎么样先播 就是先加一个动画 再去处理什么 点击的这个触发程序 所以一 点击这个影片 二的话呢 特别主要你会发现 它的动画里面 因为这个是一个影片 所以它侦测到是一个影片会多一个 多媒体这个类 里面的话是什么呢 是要播放呢 还是要暂停还是要停止 那因为我希望呢 它能够被播放 所以呢我这边可以增加一个播放的一个动画 所以选这边 按 点一下 那这个是会产生一个播放 那由谁播放呢 接下来就是我要知道它这个小的按钮 它的名称叫什么 那如果我想知道它的名称叫什么 你可以用常用里面的选取 里面的选取窗格 那你会这个前面好像讲过就是 你如果选取其中一个 它会出现上面的名称 那当然我是建议你可以去更改上面的名称 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比如这个是什么 一个什么 你可以加一个名称吧 比如这个是 这个什么 野马 那你就改一个名称啦 反正将来 这个对应的关系 那如果说你不改 我们预设用Picture 13 那这个是Picture 14 OK那只要稍微记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希望呢 能够当我按下它 去播放什么呢 去播放这个影片 特别之后它的关系 第一个我要先知道Picture 13 第二个的话切到动画 因为我已经新增一个动画 再来的话就是当点击它的时候 它有个触发程序 那因为我们预设的那个开始是当我按一下 那按什么东西一下 你要告诉他 按这个一下 那这里下有个触发程序 所以你就点击这个触发程序之后 它会有个按一下 按哪个一下呢 当我按一下Picture 13的时候一下 它就会怎么 它就会播放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完成这个动作之后 你就把它测试一下 当然我这边按它一下 我看一下能不能播放 按它 OK好有没有 上面就播放了 那同样的方式 一样也是可以把这一边 这一个 做一个 第一个一样 先点它 增加一个动画是播放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 触发程序 当我按一下哪一个呢 Picture 13 14 OK 那这样的话 当我按一下它 这个动画就播放了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也是一样播放 那什么时候播放呢 它跟刚刚的那个部分不太一样 就是刚刚这两 这两个是按这两个 可是它的播放呢 是由什么呢 由这个影片的某一个 就是那个书签所触发的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点选这个触发程序 那触发程序 当然除了按一下之外 它底下还有什么 由书签触发 所以呢 你如果刚刚已经建好了 那个书签的话 你在触发程序的时候 改成什么 在底下这个就movie2 movie2里面有个书签1 你就点选这个书签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当这个影片播放到 0.5秒的时候呢 会自动去播放这个影片 那最后你可以测试一下 理论上这样应该已经全部做完了 OK 那我们把这边直接播放一下 那当然第一个 这个刚刚已经播过这个 我们按这个 有没有 那它会在0.5的时候呢 也顺便播底下这一段影片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这个 那最后这个也是一样 加一个圆角矩形 那最后呢 把这个档案呢 存成408 好 好